《三国演义》 《三分天下之际的卧龙先生》几乎是神明一般的存在 然而事实上《三国演义》由于追流扁曹思想的影响 对于许多隶属蜀汉阵营的文臣和武将多有夸张和夸大的描写 因此以此为模板出现在我们面前的诸葛亮 早已失去了他历史上真正的仰望 就像鲁迅先生所说 与显留位之长后进四位 壮诸葛亮多志而戒腰 那么谁才是三国时期的第一谋师呢 曹操麾下的第一谋主荀裕当之无愧 荀裕自文弱 然而明自这位听起来与文弱同音的谋士 却绝非人们印象当中的文弱书神 据《三国志荀裕传》介绍 在曹操进攻徐州之时 因为张鸟、陈公等人的背叛正坐镇眼周的荀裕旧 成了当时立晚黄澜的定海神针 更令人称道的则是荀裕的另一表现 在这期间 豫州四使曾携树外大军兵临城下 邀请荀裕一见 这自是试探其底气和计量 而荀裕这位一直以谋视身份 居于曹操麾下的谋臣 竟不顾手下劝说 只身下城与立场暧昧的郭共等人见面 事实上 正是他的这一行为 震慑了叛乱诸江 以至于后者最终选择班师回城 若他的这一表现 只能说明其党时 那么 他之后 定计迎汉帝入许昌 则可以说 是为曹操曹为政权赢得了宝贵的士林之旨 当时曹操曾经十分犹疑 是否要听从属下的意见 尊奉依然失事的汉建帝 西晋文那周襄王而诸侯景从 高祖东法的异地高速而天下归心 荀御对曹操的劝说 在三国志的记载中 几乎占据了整个荀御至将近五分之一的篇幅 逐渐承受对于荀御这项事迹的重视 然而 为什么这样一位谋士 最终却在中年御 御而终呢 这其实也和荀御本身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 虽然曹操在当世人眼中名为汉相 实为汉贼 然而在其一生中并未真正称帝 有人据此为曹操洗白 然而事实上 建安十七年 董昭等大臣就曾经密谋要上书献帝 为曹操家封国公并进九溪里 然而 此举最终被寻遇制止 建三国志董昭传 在古代九溪之里 实则为陈属篡位之必备手段和信号 一旦有陈属家封此鼓里 也就意味着 原先的政治格局将再起步了 然而这一切 却被寻遇连打待消的制止了 丙中真之成 守退让之时 这是当时寻遇用来制止曹操受九溪之理时的劝告 他警告曹操 一旦其受九溪 那么 原本忠于汉室的大臣 必然会站出来反对 此剧图穷必献 直指曹操要害 三国志寻遇撰载 当寻遇做出这番表态后 太祖游是心不能平 而这也成了曹操和寻遇两人之间不可弥合 那矛盾来源 对于曹操来说 现帝不过是其掌控下的一面旗帜 用以封堵世人的悠悠众吼 即使尊其为君 也不过一幕偶神像 立于殿堂之上罢了 然而令曹操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第一谋臣 却真的躲进了自己原先的豪言壮语 道不同不相与谋 在这之后 寻遇几乎淡出了曹操的核心权力圈子 即使是之后征拔孙权这样的大事 后者也多以劳君之事令其振留 这个曾经参与了曹操 几乎所有重大决策的毛氏 最终因言或计忧郁而死 在迎奉汉献帝之后 曹操最大的疑虑 就是若有汉献帝在朝 自己手下将士究竟会效忠于何人 正是寻遇劝他打消了这一念头 然而也正是寻遇 成了他心中最大的辩解者 身在曹操心在汉 这本来用于形容叙述的一句邂逅语 在这里却成为了寻遇的真实写照 参考书籍 三国人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